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师为您带来的 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1年的 WePlay 基辅major 这个是外卡赛的首轮比赛 Nigma对战VG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Nigma这边的前两手是 发条加上水仁 很早的就拿出来了一个水仁这样的比赛 VG在一手拿了天阿默克以后 选择是在第二手看到对方的发条和水仁 以后补了一个末日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 这样比赛Nigma要去打一个 至少保证打一个双核 甚至三核的一个阵容体系 并且他们需要在大哥位的位置上 拿一些这种相对来说 稍微肉一点的阵容 或者在酱油位置上 补一些比较多的这种能够奶人的这种英雄 这样的话会好一些 服以一个团控可以防止对方强行冲脸 这样的话呢 对于Nigma来说这种比赛好打一些 这种比赛三核位 其实Nigma可以考虑去拿一个像是 马格纳斯之类的英雄 马格纳斯虽然大部分的时候是匹配一个近战大哥 但是匹配水仁也是可以用的 多一个无数魔免扣 那么能够让马格纳斯这个点 第一它值得去吃DOOM 第二它可以去防一下对方这个DOOM 开着BKB然后开着大招借助这段时间强行的一个冲脸 但是呢Nigma不一定会这么选 哦这个是BOR 抱歉啊 我说错了 这个外卡赛是BOR 啊 抱歉 抱歉 那么看看VG这边搬掉的是熊战骷髅王和CK 还是在看到对方拿水仁以后仍然是搬了三个大哥位 其实这场比赛讲道理的话 呃VG需要去考虑搬一手叫做美杜莎这个英雄 你干嘛选择在第三手拿出来了一个电眼角手 电眼角手这个英雄的话 感觉好像有点不太能扛得住VG的充脸啊 VG这场比赛接下来的阵容还是比较好拿的 就拿一些这种冲脸型的大哥位就好了 一定要配合末日这个点 能够在末日大招扔上去以后 哥几个能冲得上去才行 末日这个英雄最害怕的有两件事 一个是大招大不到自己想大的人 一个是大到了想大的人队友跟不上 所以这个时候队友一定要拿那种能够去跟得上 并且比较适合出BKB的 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 Nigma的阵容里面只有发条的大招 呃他是可以去无视一天魔免 但其他的人技能都不行 那这样比赛VG在第三手拿出来的是一个土猫 果然是开始增加自己的充脸能力 那这样的话末日应该是打一个三号位的概率高一些 老十一如果让他的三号位末日肥起来的话 这样比赛还是会比较好打的 有个人说刚才让我猜一下两支战队的BP 呃我不猜BP现在的原因是一般来说猜BP的话要从第一手开始猜 呃而且第二个就是说我现在对于BP的分析 很多时候更加喜欢去加上一些自己对于呃整个阵容那些其他的想法 而不会去拘泥于猜这个BP呃呃这件事情啊不会太多的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就很多时候可能我正好说的那个跟厂商的选手想到一块去了对吧这个有可能啊 5 seconds remaining 让比赛VG看看第四手的拿人 你看VG第四手拿人选择还是拿出了虚空这个英雄 话说尼克马这个战队在打VG的情况下没有去扳掉虚空 我觉得他们可能这样比赛要遭重 虚空这个英雄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英雄吧应该说 呃一方面他自己现在这个版本他基本上可以算接近半个版本答案的一个大哥位 呃第二个就是尼克马目前的这几个大哥位其实是没有人能够去针对他 VG这边在第六手扳掉的是一个剑圣啊大家可能看到剑圣的这个图标有点怪怪的 这个是因为我自己打了一个mod自己打了一个mod 所以现在剑圣的这个头像是这个然后呢人物模型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自己打的一个mod啊所以大家如果看着感觉怪怪的话呢这个就是剑圣啊 嗯我现在目前只打了这一个英雄的mod我还没有加其他的英雄啊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看看再把其他的英雄 那种呃有好看的我就给他加上 这边尼克马在第六手扳掉的是一个莉娜感觉VG里边现在差一手终端 他们也是先选择扳掉了胶羊啊 好奇大叔能流利的说多少种语言啊我只能流利的说一种语言我甚至连我说实话我比较悲剧的我甚至连中国的这个就是除了普通话或者说北京话之外 其他的这个地区的呃地区的方言我一个都不会也是语言天赋差的点肯定是 最后一手VG扳掉的是小小他这个阵容现在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近战有点多 最后一手再配一个远程大哥的话胶羊这场比赛其实可以考虑一个英雄叫做影魔啊 当然我估计他不会选不选影魔的话这样比赛卡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胶羊的卡尔也是可以打的好吧 大叔能解说奇异哥昨天那局50杀的子猫吗好精彩那个肯定是没有时间了最近比赛密度每天要直播8到10个小时以上 那到了淘汰在阶段每天的预计直播时间是12到14个小时左右 所以压力还是比较大 最后一手选择拿的是一个子猫也是一个充点型英雄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他们拿到末日这个英雄以后明显在后三手英雄的拿人上面 选择拿出来的是三个能够去跟得上末日这个英雄的一个移速能够充脸的英雄 我总感觉他们这个阵容好像有点有点呆呆的这个阵容等于他们这个阵容是一个四近战 总感觉有点呆呆的 就这一场比赛而言啊我们不往远了说就这一场比赛而言 如果换成我是Nigma的这边的话 我有可能如果英雄吃允许的话 我有可能会选择去拿一个炸弹人出来 这场比赛拿一个炸弹人出来的话应该还是蛮厉害的 然后我们这边把游戏的窗口补货给他加上 好我们进到游戏这个大家现在先不用管啊进游戏里边以后这个画面呢就会正常了 然后顺带一提的是咱们现在对这个游戏的画面又重新进行了一下就是这个观战的这个mode啊 观战的这个大哥帮忙开发的这个mode呢又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 呃现在是把bkb还有a帐魔精都添加进去了 但是呢他没有加入到这个 没有加入到左侧的列表上面是把游戏画面上方这个英雄头像的位置改掉了 呃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在右侧英雄头像这个位置呢直接看到呃就上方头像这个地方 直接看到bkb的和a帐魔精的一个情况 bkb呢是有了以后就是会亮 然后亮了以后呢呃进cd的话会在bkb上显示一个bkb的倒计时 所以这点上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方便好吧 这个四个进战大哥呃四个进战位配一个虚空的大哥位确实是感觉有点呆呆的 呃不过这场比赛对于vg来说有一个换可以他可以换一个思路 就是说虚空的这个大招他可以不当做一个团控来使啊 他可以不当团控来使他就可以当做一个对对方某一个点目标的突进 或者是在这个第一轮技能打完以后那收割用也是可以的 如果有像官方直播开悟时候的有显示更好有啊咱们的这个本来就有开悟的显示啊 显示是这好像没发给你呃大哥你现在就是你这个界面改完了以后你的那个物的位置是对的吧 这个物的位置别别别别忘了改就行其他的应该都可以 这场比赛我感觉vg走远了从两支战队近期表现的一个整体实力上来说我还是更看好vg呃 呃从这场比赛的这个阵容的角度上来说我也比较看好vg呃 因为尼克巴这场比赛这个阵容其实挺搞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完全没有对磨免单位的一个处理能力也就是对方的末日bkb冲脸呃 呃他解决不了而且末日的bkb冲脸往往身后还会跟上一些带位移的英雄 可以看到土猫虚空紫猫三个英雄都是带位移的 也就是这三个英雄这样比赛他们是不是要出bkb可以不着急啊bkb可以往后出 这会发你更新内容了好的好的我待会去收一下啊咱们先接着看这边杀小鸡 美滋滋啊dv这里一上来是先击杀了对方gh一个小鸡 黑咸在上路对虚空的话这个其实比较考验虚空的基本功那虚空基本功好的话呢 可以让对方的呃黑咸的这个离子盾那反而成为帮助虚空反补的一个东西 而pw这个土猫状态有点残呀 回不去啊被对方老奶奶给截了没办法回不去只能选择一张qt 上路这块两个离子盾过来留住了dv把dv里边完成了一波击杀 呃交掉一血以后现在双方在前期的一个对线 呃黑咸那边拿到了一血所以经济暂时全场第一 不过单纯的看这个补刀还有其他几条线的一个战线情况来说的话vg不吃亏 降游位方面dv里边在交掉一血以后经济是掉到了最后一名不过呢影响不大了 像这种区域和这种阵容来说影响不是太大 因为这场比赛尼克曼有一个没有用的英雄 就是狼人这个英雄他其实没有什么用 救大哥救救救救救救 这边锁一个cd然后呢跳过来再加上一个墨勇炸晕对方的发条 不过上路这根俩都比较硬就是了这个想杀对方还是有点难度的 不过好在这一波呢由于李子盾能击比较低 所以并没有能够找到击杀的一个机会 pw这个地方感觉有点悬啊 好在这个位置呢土毛跑的比较快 对方并没有能追上 看看老师爷还在一下追不上了 老师爷这个地方追不上了尴尬了 那时候预测比赛灌压季军 这届比赛的灌压季军 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 中国战队在这届比赛当中应该还是希望蛮大的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赛区中国战队我比较看好的是老干爹和星辰 比较看好的老干爹和星辰 然后这个国外战队的话 这届比赛EG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EG可能还会成为一个阻拦咱们前进的一个东西 其他的战队的话秘密近期的一个状态 从他们在DPC预选赛上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 我感觉提升不是特别大 有但是提升不是特别大 所以秘密他们要看实战的表现 以及这届比赛他们表这个准备的是不是充分 就完这个地方要过来去捶一波 不过Miracle的这个水龙呢现在生日的蓝量还够 还有一个鲜火一个魔瓣 所以这波并不虚 我来灌个神符 那么土猫在这个地方帮忙盯了一下 下路这个神符呢 焦羊可以过来去控一下 也就是这个位置追过来以后 哎 焦羊这个操作失误有点严重了呀 这个焦羊这个位置为什么呀 他刚才直接走过来吃不就完了吗 这偷击不成18米啊 这不光是18米啊 好像我这米袋子都没了 这波真的是亏得太爱多了 反正这届比赛就是各个赛区的头名 欧洲赛区的头名 北美赛区的头名 还有这个东欧赛区的头名 实力可能都是很强的 中国战队这届比赛呢 就是中国战队现在的情况是整体实力 要强于其他赛区 其实这个有点就是回归当年的那种感觉 当年中国战队也是整体的实力很强 有很多的强队 看看这边莫勇扔出来 然后呢队友过来帮一下 土猫撞再加一个命运之笔 还差一下 哎呀还让对方才拿到这个人头 虚空过来锁一下CD 然后给对方造成减速以后 追着锤这两个人 应该可以锤死 让人头 nice 一般虚空拿到这个人头以后 现在经济方面来看的话 中路紫猫这块 现在是有点崩盘被打的 现在就1950块钱 已经被对方Miracle这个水 超了700块钱的精力了 这个有点 我个人感觉有点不太应该 这波应该是杀不掉 伤害不够 这边波浪形态 躲掉对方的墨勇 炸的这一下 然后呢下来的等于6分钟的神符 运气爆表 直接拿到下路 这里Crokey加上大明星两个人 也是直接带走了老十一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感觉现在VG吃亏吃的有点严重 稍微有点严重 虚空那边现在手里拿到了自己的假腿 虚空只要发育的够好 这场比赛按照VG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打你干嘛不会说特别费劲 其实这场比赛啊 虚空是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散尸的 他可以考虑做散尸这个东西 有土猫在的情况下 土猫这边他只要能够去先手给到沉没 没有让这个水尸开始起来转属性的话 是有机会能直接垂死的 看看这里为一个饼砸晕 莫勇给上 但是感觉给的稍微晚了 蜜丢丢点点 老十一这里还在继续 土猫有没有技能 没有技能 要被挠死了 老十一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直接被雷王挠死了 大明星这个地方不依不饶的 还要再养几两个搞 我进卡了的话 应该就不会再继续搞事情了 怎么感觉VG这张比赛打的状态不是很好呢 感觉有点怪怪的这个状态 并不是特别兴奋的这个感觉 隔壁秘密把红星暴打了 秘密打红星肯定是暴打 因为实力差距有点过大了 这两支战队 子猫这场比赛的节奏很差啊 前期发育 然后自己这边末日 其实原本经济是很不错的 但是这波被击杀以后 他的经济也掉下来了 光靠一个虚空 这场比赛是完全不够的 无解肥虚空虽然可以去处理掉对方的一个大哥 但是剩下这哥几个实在是有点穷 这场比赛能够去跟天下摩克配合的英雄 其实也就只有一个 末日这个复魂双杜姆 其他的队友拿的这个技能 也没有任何一个技能能够去跟复魂这个技能配合的 我也是有点没太看懂 其实说实话 这个天下摩克这个英雄 配蝙蝠真的是很厉害 现在这个版本蝙蝠又用的人很少了 也是有点有点差异 在对方没有特别好的 这个驱散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蝙蝠真的可以上 可以上 看看这一波 JH狂住 然后老奶奶一顿突突 BIW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危险 JH能不能拼掉 应该拼掉了 可以 继承完了以后 地外呢 这块选择是直接果断的一张TP直接开溜 现在个人发育情况来看 但在这一波下路一换一结束以后呢 个人发育方面 水蛇在中路 诶 这边波子很nice 把中路一台给反补掉了 这场比赛 紫猫出去带节奏 肯定是要比水蛇出去带节奏的 要早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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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看一下他这个带节奏 能不能够收到足够好的一个效果 嗯 嗯 水蛇这场比赛选择的是先做分身 没有去做灵魂 也就是说 他把这场比赛 优先要解决的对象设置成了对方的土猫 而没有选择把优先要设置这个处理的英雄设置成对方的一个末日 这个地方老奶奶其实已经是非常漂亮的一路操作了 躲掉了对方很多的技能 浪费了对方大量的时间 不过就交阳这边跟上来以后 在这个阶段输出还是够高的 这里踢一脚 呃 没有技能 没办法 这波留不住对方的这个狼人了 狼人这个地方也是很机智的 直接一张TP亮起来 周围在没有其他单位的情况下 这个天安木克大招复魂是没有办法去打顿对方的TP的 嗯 我是不是应该快买火先关一下 那顺没有看BP吧 蝙蝠被搬了 呃 没有我不是说这场比赛 我只是说就蝙蝠这个英雄现在的这个出场率 有点低 有点不太应该 他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英雄 看看这个发条的勾 哎 土猫的一个滚加沉没 nice啊 没有让发条勾完了以后接上技能 这样发条直接被秒 黑钱的墙也没有能够起到效果 这波VG下路来的人是真多 四个人跑下来 四个人跑下来的话 那上路的这个虚空就要提前往塔下撤 虚空这边 还好啊 这个TP亮的很及时 可以取消了这个TP ns啊 这个TP取消以后接着在上路发育就行 跳过来 索cd 追一下 追一下 这个机会有机会 有没有延刃 有没有延刃 没有也能杀 应该跳过来一锤 漂亮 完美 VG这波打了一个完美团 下路成功的利用一个瞬间的 人多打人少的同时 上路对方想要对虚空动手的时候 虚空提前撤回了塔下 没有让对方的老奶奶大招 加老人大招完成击杀 并且在看到已经确保安全 队友支援过来以后 取消的td 反过来一个锁cd 直接定住对方老奶奶 完成了一波反杀 这一波真的很转服 不过水分还是有点肥啊 看他这里一个遍体攻击 KW还是被对方给击杀掉了 这一波 还有这么隔空刀当教练的吗 大师 刚才这个情况 我不是隔空当教练啊 咱们这已经延迟七分钟了 好吧 这边开悟了 这边你干嘛一波开悟 我看的是老奶奶家发条一波开悟 但是发条大招刚刚用过了呀 发条的大招应该还在cd啊 这个时候 哦cd已经快转好了 还有三秒钟 我还奇怪 他为什么这么早才 哎 看一下这波成果给上 先击杀的对方 这个发条是对的 这个发条是肉 这个发条是肉 看着脚羊 赶紧波浪形态 赶紧这个刮叉走一波 别被对方捏了口 波浪形态追上来 末日这块是把DOOM 给到狼人身上 这个给的目标 其实不是太好 因为狼人回解很快 血量很高 末日这波应该是没了 这样的话 没有能够利用自己的大招 搞出来事情 反而是被对方的狼人 实现了一个反杀 最后是McChill的黑钱 拿到这个人头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VG现在的经济 进入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就是在前期 这个发育极差的紫猫 现在反而经济 是追到了己方第一 而前期无解肥的虚空 现在的经济 反而掉到了全场第三 被对方一个狼人给反抄了 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 这个凹树 发条 勾一下 留住土猫 子猫躲过来以后 虚空跳进来 帮着一起分摊对方技能 雪儿波浪形态 进来以后呢 被定住 开一下转属性 确保自己的血量安全 变成虚空 锁一下CD 再跳上来 解决于是这个地方最后 还是被焦羊追死 狼人呢 也是在这个地方追对手 看一下能不能击杀的 普悠悠悠 没有成功 nice 普悠悠悠的这个虚空 这场比赛 发挥的太好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可能大家也一直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场比赛 已经打了接近15分钟 我们没有见过虚空的大 没有见过虚空的大 VG现在的教练我忘了是谁了 但是这个就是虚空大哥配一群近战 这个做法啊 尽量啊 这还是避免一下 就是在以后的 包括在以后的比赛BP当中 还是希望能够尽量避免一下 这是一个太明显的搞自己的这么一个阵容了 狼人这场比赛 我跟我说A仗狼人 不是啊 这个狼人现在这个版本 只能走本体路线 所以你看这个狼人他选择出的是 甲腿连击刀 然后出B张再做强袭 只能走这个本体路线 没有死灵术以后 狼人这个英雄的战斗力 其实是比较一般的 得发条一个勾 勾到的是紫猫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直接的收益啊 看看这波技能上来 黑咸的这个大招给的不错 土猫跑不掉了 临死之间把自己的大招放出来 虚空现在还是没有低 一时间过来参团的一个资本 他这个大招给上去以后 没有队友能够去跟输出 没有能够跟输出这个肉杉 就这么让你干嘛给打掉了呀 小时第一件装备选择出的是分身 然后做虚灵刀 保证自己的战斗力 然后再去补一个林肯 来确保自己的安全性 装备的一个思路和整体流程的话 感觉还是张持有度 但是这个是需要有很肥的一个经济 就是相对经济来说要很肥的一个支撑 否则的话出这么多装备 有可能这个节奏会很慢 VG的教练现在应该是分尼什么 应该是分队是吧 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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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队出这样的BP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应该啊 分队也是一个 比赛的实战经验在中国刀柴圈里面 也算你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选手了 年纪很大的一个职业选手 打了非常非常非常多年的职业比赛 而且他是一个就是中国比较早期的 就是我当年这个形容中国职业选手 他是比较早就一个已经形成了 击插击勇效果的这么一个选手 能够击插击勇说明他对一支战队的一个风格的适应速度 以及对于节奏的理解是很成功的 看看这场比赛这个上来以后 直接是冲上了高地 Miracle的这个直接上高地的这个动作 还是很猛啊 大家在这里雪儿波浪形态走一下 紫毛一化过来炸一手 这一波的进攻对于尼克马来说 其实我估计他们没有想着说 我一定要在尤其这个阶段去破掉你的高地 就是单纯的把你的人吸引回来 吸引回来以后呢 我这边能够去再TP走 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下TP走 然后再去刷钱 这样的话我就要赚 虚空的经历这段时间保持的还可以 目前从装备上来看的话 虚空这边是夹腿雷锤 然后准备去做双刀 还是近期虚空比较常规的一个出装思路 看看这波狼人 一个残阴直接拉住 狼人那边继续往前追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反打了 虚空呢 虚空别在中路补刀了呀 虚空怎么还在中路补刀呢 这团战都打起来了 老十一这边也被击杀了 再往前滚 再留住地外 地外也被击杀掉 这个时候普佑再来的话太晚了 被对方 高地打低地 自己掀手拉住狼人 五个人在的情况下 让对方追了一个零换三 甚至连血都没打掉对方 这个有点 有点 有点离谱了呀 这个是真的有点不应该了 我觉得 现在差两千的团队经济倒是不算太多 问题还是在于就是VG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一个进攻的方式 看看这边虎毛困进来 还是先动对方的发条 把发条击杀掉了 以后去攻 这边终于放了一个不错的大招 但是水人目前有点管不了 水人这个时候有点管不了 土毛再往前追 击杀了对方的一个酱油以后 波浪形态上来找土毛 土毛滚走了 一个遍体攻击还是追上了 以后完成了击杀 这一波暂时是打成了一波二换二 双方交掉的都是几方的酱油 被击杀的都是酱油 看看这波狼人 往前追一下 追上椒羊 椒羊这里赶紧一个刮沙走人 又是一个二换二 打完这波以后 对方由于是有团队的补给装 这边黑咸有一个大鞋 有这个团队的补给装 然后再加上这套比赛 黑咸并没有去出A帐这个道具 因此他们也是可以比较早的 就形成一个抱团的推进 这套比赛现在这个节奏 确实有点快啊 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 中国赛区的DPC联赛 所以对于这个 就是中国战队这个阶段 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很熟悉的 但是明显跟国外的这个战队相比 这个节奏上有差别 这波水是站起来以后发条 在这边帮着吸收火力 土猫一个滚 不过水是站起来以后 只要开启了这个转属性 想要强杀的难度 还是有点大追上来 留住再往前追 这个时候一定要往前追 这个是最好的一波追击的机会 对方完全没有资格反打 还是不敢追 还是追不上有点 杜姆这边的技能也放过了 虚空的大招之前也用过了 紫猫现在也没有技能能跟他追人了 追不上啊 不过这波打完了以后 倒是把团队经济又追回来了一些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 基本上是平的 紫猫这边也拿到了自己的一个A杖 有了A杖以后 紫猫的战斗力就可以强很多了 现在在游戏的上面这个英雄头像这里 大家也是可以看到 紫猫的一个头像右侧这个地方 现在有A杖以后才会显示出来 会显示出来他的一个A杖效果 所以这样的话咱们就不用刻意的去切到 每一个英雄身上了 BKB A杖 魔精 这几个比较重要的道具 现在都是直接显示在英雄头像两侧的 那么这边又是一波开悟 这个三人的开悟 发力要勾过来 看下队友沉默给上 然后呢 在绝一波水流波浪形态上来以后 找一下地外 给猪油症的爆发 有点太高了呀 这也 一个蓄灵欧二连 直接把地外满血给秒了 这样面后的水人 现在的数据是 8杀0死0助攻 到现在为止 击杀了8个英雄 没有助攻 这个数据就很面后了 这些土猫踢一刀 然后再滚走 发条这个时候身上没有勾 土猫这边应该是跑了 PiW这波还是比较冷静的 看看这个手攻上来以后 这个老奶奶被留住 但是虚空手里现在是有大的 老十一开击BKB 狼人这个位置应该是跑不掉了 被虚空直接捶死 可以 虚空这时候有大 看有没有机会再去抓一抓对面的人 对方老奶奶选择了满活 末日手里面现在是有了场上唯一的一个BKB 目前场上十个人还没有人去购买魔精 比较适合出魔精的 看看啊 这场比赛比较适合出魔精 而且比较早出魔精的英雄 还真没有 你别说 发条这边还好 发条这边出个魔精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是一波开悟 这波开悟发条这个勾 这边勾过来的时候 地外正好是提前用了一点推推嘛 这波这个推推提前用了的话 他等于还是让对方勾中了 他推的方向正好跟钩子延长出来这个方向一致 狼人现在手里面是一个连击刀 加上B张 再加上一个小晕锤 还有甲腿 以及一个魔童爪 下一个装备也是开始准备做BKB 水这边现在是变了土猫 然后再利用土猫的滚呢 去追击这个土猫 这里一个滚也扔个石头我也过来追你 不过明显是没有这个土猫滚的远啊 这波没有中 没有中 这波这波有点可惜了 这个要滚中了的话 肯定是能够完整击杀的 自己的队友也跟上来了 比如这边现在身上带的是一个不假头 而且球里面还有一个林野长弓 分身加上虚灵刀 下一个招备做林肯 看看VG里面五人开悟 目前团队经济方面 VG已经是反超了同位经济 而且按照中国战队的一个特点 在游戏这个阶段开始 就是25分钟以后 中国战队往往是开始到自己的一个发力期 他们插的这个针眼有点尴尬 这个肉身盾的刷新时间呢 还有20秒 20秒肉身刷新 水人的强势期还没来 水人的强势期 其实这场比赛 水人的强势期 早就来了 就主要后面要看能不能能够能继续把他保持住 看看正面 水人摸浪形态上来 土猫第一时间没死 这是一个隐患 这个对于林肯来说是一个隐患 狼人这边直接被虚空打住 A死 A死了以后再往前追 留住对方的黑咸 黑咸这边击扎到以后 土猫没死的话 这个水人很危险 水人现在没有BKB 他必须要找机会再去杀一下这个土猫 这里看一下追上来 留一下 可可以 这好准的一个残阴啊 万军从中一个残阴 居然拉住了对方的英雄 VG这个时候果然是到了自己的一个发力切 目前两个大哥位的大招都已经交过了 但是土猫还活着 所以水人这个时候是不敢轻易上的 再加上紫猫有A杖 有A杖的情况下 水人如果没有分身斧 意味着他要面对对方 这个至少三个以上的沉默 这刚说完 那紫猫没了 不过土猫现在还在 看看这个给上一个墨勇 乍晕 再带走对方的一个发条 Mirco还不打算走吗 你还打算过来搞事情啊 这拉一个沉默 回来以后再踢一下 虚空在往上找 发条选择了买活 过来去支援一下Mirco 黑咸和狼人已经都支援过来了 Mirco这边绕了一大圈 最后想找一个机会再杀对方一个人 然后打盾 这个计划最后没有能够成功 但是回来打入山的这个速度 确实是很快的 有狼人有水人 两个物理输出很高的英雄 再加上有减甲 这个确实有点厉害 打盾的速度确实有点快 这波三队打完了以后 水人带盾 狼人带奶 经济方面末日的经济 已经是追平了水人 然后虚空的经济 现在是比对方狼人还是要肥一些的 而且再过一会儿 等虚空这边把冰眼做出来 这个局势对于 尼克马来说就更不利了 这边黑咸出了个魔精 黑咸做了个魔精 是什么鬼啊 这场比赛一拳抽人 这个杜姆怎么这么肥啊 这个杜姆是老十一的杜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场比赛 紫猫没怎么太多刷钱 他一直在带节奏 虚空的 不是特别害怕黑咸的 这个一拳超人的 其实 这场比赛末日山上水有点紧爽的 所以他也是一只比较肥 水人现在面对对方的冰眼加冰眼 冰甲的合击 这个东西其实要当回事儿的 肉山的魔精吧 这个是肉山的魔精 但是这个魔精我一直觉得给发条好一点 发条的魔精是个不能说是一个很强的质变装 但是算是一个质变 因为高空这个东西确实太香了 看一下这块土猫滚走 狼人这边就截不住来不及了 到了游戏这个阶段 其实就是西欧的战队 哦呦漂亮 这个拉 nice 不过这个拉拉上来以后 土猫再往前走的话要撞水人 水人这个地方被留了一下 再拉个一个沉默 再滚过来 水人提前开启了一个转属性 老奶奶放大 看一下这个土猫能不能走得掉 再滚 再滚一下 而且这个时候土猫身上因为也有了BKB 所以 Nicma这边想要去击杀这个土猫的难度 也是变大了很多啊 这个游戏这个阶段 水人这样比赛的一个出装 其实稍微贪了一点 他没有去做这个灵肯 直接掏出来一个冰眼 这种做法不一定是错的 但是他肯定是有点瘫的 虚空的一拳超人 他这个一拳超人的效果 是需要根据你此前的一个移动距离 要根据你在过去多长时间之内 然后移动过的这个距离 来确定他的悬晕时间 击退距离和这个造成的伤害 这个是土猫 直接开溜 普悠悠的虚空现在经济方面的话 16000多 再有了冰眼以后 他选择要出的是撒旦 讲真攻速有点不够 看一下这波想秒 能不能秒掉 秒了 漂亮 这个复魂双度目倒是都中了 但是没有虚空的话输出不够 虚空没有选择买活 现在有对方的黑弦 土猫再滚过来以后 老十一这波被对方直接A死 然后水人再波浪形态上来 一套技能再变土猫 一顿技能算好 直接是带走了对方地外的一个酱油 然后呢狼人在下面带走了土猫 土猫选择买活 虚空末日土猫三个人集体选择了买活 要过来跟你开这波团 水人已经是提前选择一个跳加TP 这波买活血亏 这波买活血崩 虚空没有去做分身符合BKB这类的道具的话 这波确实是损失有点太大了 这个界面现在还没有做匹配 这个界面现在没有做匹配 看起来不过也还行吧 应该也能看得懂 反正这边是死了四个人 死了四个人 数据上面能看出来就行了 加莫克选择是买了一个宝石 这波买活 他其实如果他早买的话 他早买对方就早点撤一样的 团队的经济差 这个时候按道理说 如果按照两支战队的一个阵容特点 和近期比赛的一个套路来说的话 这个时间段VG应该是经济能够领先在5000以上 至少至少应该领先在5000以上 这个局势才正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这种方法演讲 现在这个场面上对于VG来说 他们不是特别担心往后拖 VG的阵容不怕往后拖 VG现在的问题在于 他们这场比赛的这个竞技状态 不是特别好 大概是 就是VG大概是他们应该有的实力 我个人感觉这场比赛 大概也就是发挥了他们 应该正常实力的七成左右 他的竞技状态有问题这样的比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场比赛 跟这个西欧的赛区 因为现在 国际赛是比较少 可能跟这个国内的比赛 打多了以后 打多了以后呢 这个 节奏上面一时半会儿没适应过来 不过这场比赛打完了以后 不管输赢吧 我觉得VG应该是在 对于对方比赛 节奏的一个适应上面 应该是可以了 这场比赛 以这个阵容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边 杜姆直接给到狼人身上 BKB开起来 虚空大招照住对方的水仁 先敲死对方黑咸 然后不着急 再过来把你的老奶奶收掉 然后这个时候水仁 被对方给上沉默 黑咸买活 过来以后给上一个拉墙 狼人选择买活过来 但是水仁 这个时候能扛得住吗 波浪形态走一下 老十一没有BKB了以后 这个时候感觉稍微有点脆 但是队友支援的很快 过来以后 直接反杀掉对方的发条 发条选择了买活 波浪要一个跳走一波 紫猫留住对方的老奶奶 把老奶奶再一次击杀 黑咸也被带走 不过水仁 这个时候配合买活的狼人 还是成功的去反杀掉了一个虚空 那么这样的话 VG这波团战 看一下土猫有没有机会跑 跑掉了 这个地方跑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 VG这波团战 其实是很赚很赚很赚 很赚很赚很赚的一波团 因为这波团战 他们是两个人换掉了对方四个人 而且是四个买活 其中还有两个买活死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紫猫把宝石 这个宝石看个是谁的 宝石我记得好像是他们自己买的 宝石这边也拿回来了 紫猫下一个装备再出大根 紫猫这样装备确实也是肥啊 这波并不亏啊 这波团队经济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团队经济这波打完了以后 直接是反超了八千多 这里杜莫开着BKB 上来加莫勇 炸鱼 踩猪 不还双杜莫 漂亮 完美团 直接流出水人 石超神杀路被终结 紫猫再往前追 对方的这个酱油也被收掉 这还剩一个狼人 五人团面 这个才是正常VG的实力啊 这个才是正常VG的实力 之前VG这场比赛的表现 一直都不是特别的 就是竞技状态明显不是太好 这个时候终于是把自己该有的状态打回来了 结果打完了以后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直接是拉开到了一万二 超神杀路的水人被终结了以后呢 紫猫的经济 瞬间是来到了两万一 快要追平这个水人了 VG这个时候不紧不慢的 过来去控一下三代肉身 这是一个刷新肉身 老十一这个刷新怎么掏出来的 老十一一直就很有钱 这场比赛老十一的经济一直就特别高 感谢陈天大佬的五星币打赏 谢谢老板 团队经济现在拉开到了一万六 那这场比赛接下来比较大的问题在于 就是对于VG来说 获胜的一个问题 其实还是在于对方的一个水人这个英雄 水这个英雄他还是有些问题 就是说这个英雄在的时候 对方还是拥有去爆发秒人的一个能力 因为这个水人他没有去做林肯 而是把林肯的钱换成了一个蝴蝶 这样的话水人他现在在满敏的情况下 有接近四百的敏捷 这四百的敏捷 虚零二连出来的这个伤害的话 秒降游太快了 甚至大哥位的血量都不敢降到这个一半左右 一半左右的血量就会被直接秒 而且虚空现在因为他的攻速和伤害很低 所以现在VG再往后拖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输出不够的这个情况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他们输出不够 他们这个阵容虚空的出装 下一个装备准备去补蝴蝶 补蝴蝶出大雷锤 他这个攻速就够了 好感谢迪米特里大佬的三百卢不打赏 好久没见大叔直播了 谢谢迪米大佬 永恒之盘我不是特别怕 永恒之盘这场比赛我不是特别怕 因为有一个杜姆 杜姆的这个 杜姆的这个大招 他本身就是在对方如果出八流的可以给上一个大招上去 或者是虚空可以自己去出一个否决 这个游戏到了41分钟 在大哥位身上还有格子的情况下 是不需要去担心这个永恒之盘的问题的 再加上VG这场比赛 他们的团战虚空的这个大招 更像是一个这个辅助向的效果 而不是一个决定比赛走势的一个效果 使得那边运气不错 拿到的一个幻象披风 幻术师披风是个好东西 末日的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智力跳刀 这个装备出的也是非常的聪明 智力跳刀在用出来以后 就跳出去以后提高的这个抬手的速度 以及我记得好像还有个减CD的效果 智力跳还有一个减CD的效果 这个减CD的效果也是 可以让末日相当于是有了一个 零龙心的效果 然后这块躲一下对方雪人的技能 这边永恒之盘的话 VG倒是比较适合 虚空跳过来 这个CD锁得还行 但是对方赶紧开启了一个分身 然后呢 再赶紧滚走 变成土猫 这个幻象也是真的硬啊 现在连AE对方水人一个幻象都很困难 这个就是输出太低了 因为毕竟这个水人 他有很高的敏捷属性 就五六十六十多的护甲 光靠虚空现在的这个输出 确实是不太够 虚空如果只考虑打水人 这种高护甲的英雄来说 一般比较推荐的还是 高攻速配MKB和雷锤这种东西 这比虚零二连 误一误这个伤害啊 我的天哪 虚空跳的都三千七百多血 被水人一个虚零二连 打掉了一半多的血量 有点离谱 只是这个时候选择生日 做了一把跳刀 补了一个跳刀 然后准备去出飞鞋 用跳刀再加上高等级的一个波浪形态能量点数 25级天赋加成的这个能量点数 来去增加自己在正面战场的作战能力 多次的切入和这个转移战 转移战场的一个位置的能力 但是你不做林肯扛不住啊 这个还是 没有林肯就意味着让对方的天哪摩克 只要父皇给到你脸上 拴住一个队友你就死掉了 这个时候两连波浪形态直接溜 天哪摩克这种比赛可以考虑不出一仗 他可以考虑把钱换成一个 这个 有空之盘 或者是也可以出一个挑战 他在身上是拿到了一个 这个斗七大师斗篷是个好东西 七大师斗篷加魔炕 这个对于打水人来说 还是蛮有用的 而且大家发现没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狼人这个英雄已经隐身很久了 我们已经很长 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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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没有见过狼人这个英雄 狼人那边做出来了BKB 那在狼人拿到几方队友 几方队友第一把BKB的时候 VG此时此刻身上已经拥有了三把BKB 那说你把英雄头像和BKB弄在一起 等会见面弄到那么长 看了眼睛都痛 没事 这个就跟锻炼肌肉是一样的 这个只要时间长一点 对吧 你就适应了就好了 这个地方 炎刃没打出去 看看 二条现在身上是有了A仗 然后再准备出了影红之盘 大叔看一下买活 好多 这个地方紫猫感觉要被秒啊 还行 紫猫这个地方及时的开出来了自己的技能 水人这儿做了把杨刀 Miracle早晚得被自己不出灵肯 不出BKB 然后得还债 我跟你说 这场比赛 现在比赛来到47分钟 那么22K的一个经济差 其实还是蛮有说服力的 现在紫猫身上有A仗 有32,000的一个总经济 虚空身上带着刷新球碎片 然后看看这个时候肉山盾的刷新 这个肉山盾的刷新时间好长啊 这是一个最长时间的肉山盾 肉山盾刷新时间 11分钟的肉山盾 最长时间 兔子帮他出 他自己不出 兔子帮他出了 他自己不出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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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哈哈哈 希望这个小巷战队呃这个应援云包什么的能够卖的多一点 卖的多一点 我这个一拳招人上来 但是伤害完全不够呃 看看这波发条的位置 发条的位置比较远 虚空一个大招 定住狼人 把狼人直接敲死 子猫也是把技能给上来 水人得赶紧溜 末日还没死啊 BKB开起来 哥几个晚上冲 留住这个水人留住了 有没有刷新第二个大 那直接秒掉水人 nice啊 一百秒的服务时间 没有BKB 没有林肯 嗯 我说实话 就这个没有 不出BKB 不出林肯 然后在对方阵容 有很多的控制的情况下 有沉默有控制的情况下 不出BKB 林肯被直接秒了的大哥 对吧 我起了一秒 一秒倒了 这种情况 说的都懒得说了 说的都疲了 这边五级大哥上了以后 直接怼死啊 那可儿给这边被交响带走以后 看到土猫过来以后 对方这个黑钱给上一拳 再接一个拉 穿条过来留住 第二套技能再给上 然后KW直接选择一个BKB 但是这个BKB结束了以后 还是被对方这两个人给玩死了 但是VG此时此刻的目标 应该是要逼对方水龙一个买活 虚空这时候做出来了MKB 刷新 第二个大招 定住你的黑钱 这个大招其实稍显奢侈 因为对方可以集体选择买活 不过你们要买个赶紧买 要买个赶紧买 要不然就等着五个人都死了以后一起买 现在游戏时间五十分钟 差了三万一的一个经济 三十比二十四的人都是数 五十分钟从四节装备 以及后续的装备 来看末日已经彻底不当人了 我看出来了末日不当人了 他出了个龙心 这末日在流买活的情况下做了个龙心 四千两百血 三十点护甲 带欺诈师斗篷的闪避魔抗的一个末日 还有BKB刷新兵甲 智力跳 不当人了 这已经不当人了 虚空这边做了一个MKB 下一招装备应该是耕一个大雷锤 耕大雷锤 虚空这边跳进来 锁一辆CD 炸一手 然后往外走 紫毛里边也是有魔晶 然后自己的这个异化范围大了很多 老十一被对方两个齿轮 框在里边 想秒一个推推救下来 反杀 这个水神差了一点点血量 再一个共鸣卖戳 根本不需要虚空 我一个紫毛自己就把他解决了 朋友再跳出来 流入狼人 这个时候水神选择了买活 但是他敢不过来 这个地方 现在打了一波零换五 零换五加逼了对方两个买活 这波打完了以后 应该是可以GG了 不出意外的话 因为杜姆的 哎 你不是个这吧 怎么有钱到 连魔晶都吃了 不留买活吃魔晶是什么鬼啊 末日不当人了 因为末日真的不当人了 我刚才口误了 不是吃魔晶 吃了个银月 对不起啊 吃了个银月 大叔可以切买活吗 买活不是一直有吗 不是一直就有买活吗 五暗经济了 五暗经济了 五暗经济的话 虚空现在身上带着假腿加大雷锤 带着盾还留着买 带着盾还留着买 稳的不行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其实虚空加上四个近战大哥的话 呃 还是就是能看得出来虚空的这个大招放下来 还是有点难放 这个比赛虽然说是 就目前来看应该是赢了 但是就是这个做法呀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这个位置呢 已经身上吃了A仗 吃了魔晶 三万八的虚空 三万八的子猫 三万八的末日 对面最肥的只有一个三万一的水人 三万二的水人 三个队友在后面开悟 虚空一个人在上面拆 末日在旁边站着 在对方的视野之内蹲着 然后呢 看一下 末日现在也有大招 应该也有刷新 虚空跳进来 敲一下 然后再跳回来 反复横跳 哎 树林里边的发条 直接被秒 杜牧大招上来 直接给到对方的狼人身上 狼人这里就是威克兵 想救 但是根本救不下来 虚空一个大招 照住对方两个人 直接复魂双五级大根 秀都不行 狼人选择了买活 但是正面战场 已经完全不够了 这个弹道力 虚空一让跳上去 捶晕对手以后呢 一顿疯狂输车 看一下土猫滚过来 共鸣脉冲给上去 对方四人团面 没有人能够买活 还剩最后一个沉人 但是没有用 因为结果打完了以后 肉山盾 买刷新 一个都没用 一个都没有用的 好那么这样的 第一个大招职剑 恭喜DG 在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是先下一城 还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行了 咱们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呢 就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咱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给他带来的是 双方BO3的 BO2的第二场比赛 不是BO3 是BO2的第二场比赛 希望下一场比赛 VG能够再接再厉 把比赛的时间缩短一点 缩短一点 好了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下人比赛见 猫猫大